今天2024年3月3号 早晨其实前两天都已经爆出来了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爆出来之后 没想到已经一直上不了热搜 今天差不多上了热搜了 但是我刚才处理一下还是没有 但是我们特意去收的话还是会收到 说明这件事有人在故意压 往下压 村干部非法占有60亩土地 死盖高楼别墅 当地通报已批捕 60亩土地是什么概念 我家就是撑死了两亩三分地 两亩三分地 30户吧 大概是我们村里面有30户 就相当于我们村里面总共才200户 3 345 3648 3721 相当于七分之一的土地 大价三正 坡老村村民黄某熊 从家私家产经营 反正他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多土地 肯定是用到了非法手段 中国的土地是不让买卖的 只有一些国家开发 他才会把这个房地产给整 他讲我们村里面的土地 如果你要是说去村里面买 他是不能买卖的 只能去租 然后是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事是被网民反映 到网上之后 然后是网上发酵出来 成了热搜了 然后是这个市里面一个高度中心 迅速落实相关部门对反映情况进一步调查 何时 经何时网民反映的村主任 实为我是下架山 正 坡老村 村民华某熊 从事家私生产经营 但是从事这么多 具体他也没说他做啥了 然后是已经被批捕了 2月2号就已经被批捕了 相当于过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过了一个月了 相当于上个月的新闻到现在才出现 2月2号才已经被批捕了 现在据说应该是这个人啊 就是被批捕了 你先想家产那么多 60毛 像一个地主老财一样 他就是进去批捕之后 他在监狱里面也是那种作为作福的 人家好吃好喝的供着 难道在里面穿那种秋服 不会的 我估计在里面只是喝喝茶 喝喝水一样 跟电视剧里面一样的一样 这个大门可真是气派哦 像我这个封面一样 他这个大门就非常气派 还有两栋楼正在建设 广东普宁一村干部 利用植物之边 以个人名义非法占有 60亩土地 非法占有 以植物之边 相当于权力啊 权力导致的 其中40亩不但没有用于农业生产 或公共用途 反而狮子盖起了丝滑的高楼和别墅 经多方联系 何时当地宣传部门 领导很重视已经在 主要是为什么会上热搜的 主要是一个人拥有这么大的土地 60亩啊 60亩也很大的一块地方 他居然都盖成狮宅 这都不敢想象了 在这个21世纪 像 普通农村也就 一户人家 比如说 只能有半亩地 盖盖有一个 什么房子啊 比如说农村户口的 城市里面有100多坪就厉害了 他居然有60亩土地 不种地 人家就盖房子玩 有钱 这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白手套差不多 哪个领导的白手套吧 可能突然之间漏了 现在这个事曝光出来 我估计也会冷吐离 说什么 罚罚款了 没收一下家产了 其实这个人就相当于 散财吧 散财同子了 我把钱赶紧 该慢慢 该收拾 我犯罪 我该交代 大事化销 小事化粮 我估计如果我要是这个村主任的话 我会已经被抓走了之后 其实在里面已经正在想办法 上个月 22号抓进去了 到现在3月3号 他应该会 已经办法 已经正在解决了 比如他把地 自己的家产 自己的家产 拿出三分之二 该贿赂贿赂 该走关系的走关系 然后说 我就是肯定是 听国家的 这个处罚吧 罚款 我赶紧罚 说什么 我赶紧整 像于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 就是想方设法的 给自己逃脱罪者 或者是减轻罪者 最终呢 他其次是 没事 说的好像很严重 或者是人家最后 就是最 求其次 人家到不了掏钱 花钱 找人替他坐牢 自己隐心 埋名换个地方 我估计他会出国 假如这一次 他成功之后 他肯定会出国 出国走 汇润这样 嗯